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银翼杀手2049》讲述的是克罗人的故事 这一部里克罗人比上一部还要难熬 男主K是新一代的人造人 这一代的人造人和上一部不同 被更多的灌输了服从的思想 而且和人类之间的界限也更加的明确 人造人还是会一直都受到歧视 新一批的复制人中 有一部分会追杀过去老版本逃走的人造人 K就是其中的一员 被称作银翼杀手 尽管人造人的工作十分优秀 但是他们还是只能像工具一样的生活 每次任务结束后都要接受测试 还要遭受人类的侮辱 K在一次案件中发现了老人造人中 竟然还有人生下了孩子 人造人和人类的重要界限之一就是 人造人是不能受孕的 如果K生下孩子 那不就说明人造人和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一定就会产生巨大的舆论 所以K被派去追查孩子的下落 但是身为人造人的K其实也是有思想的 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偷偷养了一个电子女友 虽然是电子产物 但两人的感情开场去十分甜蜜 看来在科技时代设定了的电子产物 也可以产生人一样的感情状态 所以又在看到他受伤而无能为力时 才会十分的抓狂难过 K在追查孩子的过程中 怀疑自己就是那个孩子 他还回忆起了很多小时候的记忆 但是他一直不是很确定 一直到他在孤儿院发现了木马 更加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K还去找了记忆塑造师来确认 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植入的 在确定记忆是真实的之后 K彻底改变了心中服从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生出来的孩子是有灵魂的 所以自己是特别的 自己所遭受的都是不应当承受的 K再而然的 让自己站在了那些正在反抗人造人的一边 K找到了自己以为的父亲李克 两个人反抗战斗的戏码演了很久 因为李克无法确认K的善恶 所以一直在反抗K 定这部分其实感觉是有些拖沓的 两个人反反复复追逐的戏码 并没有特别的好看 也要人十分心急 不过换个角度 确实很清晰的演绎 未来世界的苍凉感 最终两个人还是确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 在一起即使K可以破墙而出 也是让人瞠目 李克被抓走后 反抗军的到来救了重伤的K K也是从他们身上知道了 原来自己并不是那个特别的孩子 其实这里还是很伤感的 就好像你只以为自己是主角 有光环 但突然被人告诉你说 你只是一个炮灰角色 这个反转来的确实不错 但是这也说明了 人造人确实是有自己的思想的 虽然K不是被生出来的 但是他有自己的灵魂 内心已经根深蒂固了反抗的念头 K最终还是解救了李克 让他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而这个关穿了整部电影 所有人都在寻找的孩子 正是最不起眼的记忆塑造师 他因为基因的缺心 无法走出房子 但是他的存在 总有一天会帮助克龙人 彻底的解救自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